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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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C 干嘛人齐 那我两把 那么多 这是红色的 藜麦 一把 两把 然后 这个是 这应该是 线麦吧 我也不知道台湾叫什么 线麦 我这个是给 大概 2000克粉 的量 然后泡水 因为 这些 雅麻人子很会吸水 所以如果 不把它先泡泡水的话 到时候会吸 面团里面的水分 面团的那个 面粉就会很干 做出来成品不好吃 而且Fly C 雅麻人子如果泡了水之后再烤 会有特别的香味 不泡水就没有 就这样 这个是180的 黑麦 然后70的大麦 干锅热了以后 下去炒一炒 要用中火 不然很容易烧焦 你开始的时候 这个颜色 其实蛮 黑麦的颜色 其实还蛮 铁灰的吧 铁灰 炒了一阵子以后 黑麦颜色会开始变成 越来越咖啡 然后这个比较白的就是 大麦 也是会稍微 有一点焦的颜色 然后我会稍微放凉一下 再放到磨麦机里面 现在差不多比较凉了 这是磨麦机 然后我开 这是磨好到处来了 大概就是长成这样 因为很满 所以我盖一下 要帮人家跑出来 一开始先用1 然后最后我会用4 因为比较快 难得等 变成4 变成4了 铁线 还有两麻人籽 我来过滤一下 把水滤掉 然后再放入水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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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红水滤 這破掉的洞 有一點圓就行了 我覺得還要再一下下 就現在已經精度出來了 可以拉出薄薄的東西 可是呢 這破掉的洞還可以再圓一點 OK 再打 有一大堆擠在這個蓋子上 這通常就是好了的那個徵兆 表示精度很強 然後它的黏在上面 通通擠在中間 所以呢 我就 不打了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把它拉起來 它的薄膜其實已經很薄了 所以 不打了 然後就這樣